今天谁种的爱吃 你看我这个眼皮 又种圆了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是怎么快速消肿告别早起胖时经 第一步我们先去准备一点喝的 一把红豆一把意米 加几个红豆 然后这个最好提前一晚上把它先泡着 第二天直接煮就可以 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煮红豆意米很麻烦的话 还可以喝咖啡 咖啡很消肿 我喝的比较多的是blended的这个 因为它比较不酸 我不喜欢喝很酸的黑咖啡 然后这个呢是胶囊的 直接用水冲就可以 然后天气热了嘛就比较适合加冰块 然后像这种袋中呢就是罐 就是用开水直接冲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喝 真不好喝 但喝着喝着就习惯了 要注意一定要喝黑咖啡 其他什么拿甜摩卡呀就别指望了 要消肿一定认准黑咖啡 这一步的目的是利尿 就会把你身体多余的水分都排出去 第二步洗脸 这个是冷毛巾 这个是热毛巾 冷毛巾 热毛巾 就这样冷热胶体冷热胶体的敷 你有时间可以多敷一下 然后如果有冰淡什么的就更好 这一步的目的是加强你整个脸上的血液循环 让它代谢的更快一点 然后第三步我们上加火 再用的是这个New Face Mini 是我之前看孙老师的视频有种草到的 它是利用微电流的技术 达到一个提升面部的效果 使用的时候要涂一个凝胶做导电的介质 就像涂保湿面膜一样 就糊在脸上就行了 然后有几法灵纹嘴角 还有下颌骨这些地方 边边一定要涂到 要不然待会拉上去 要没涂到就可能会电到 然后长按打开 它有低中高三个档 我一般用最高档 因为我肿啊 就这样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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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的时候稍微就是给它一点压力 就是手上用点劲 把它滴溜着 然后像我皮肤比较干 它这个凝胶就会干得比较快 如果凝胶干了一定要及时的补涂 好 刚刚是常规动作 现在我们来做定点 就是加强 我特别喜欢加强在下颌骨这个地方 因为有剩下巴呀 滴滴 滴滴 然后换位置 你把这个肉这样往里蹬一点 你知道吧 然后怼住 然后法力纹这个地方也是 我是因为这个鼻肌底比较低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天生的凹陷 然后就把它这样抠住 基本上就是看你自己 你觉得哪个地方要加强 你就定点给它垫一下 这个嘴角这里 你们看这边脸都已经收上去了 这边就感觉还是 就是有点 有点肥嘟嘟的 我们把额头也弄一下来 这个凝胶比较容易干 所以就建议半张脸半张脸的做 我觉得这边小小一个 应该用不了太久 然后他有介绍说 这个用完了还可以用 芦荟胶代替 额头也是一样就这样 滴滴 滴滴 然后刚把凝胶简单的擦掉 你们看我两边的脸的效果 就这边的脸 你不敢做大表情讲话 你看这边的脸明显的 就有一个就是收紧的状态 尤其是我觉得下颌线的地方 会紧很多 整个脸就感觉这边被拎起来了 然后这边就还是肉糊糊的 有一点浮肿的样子 这边的法令纹和嘴角的这个地方 都会稍微淡一点 就是整体被拉起来了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最近每一次拍视频之前 都会用这个 先把自己垫一垫 总感觉这样自己的脸就会小一点 我现在赶紧去把这边提起来 刚拉完这一下是最小的 你在干嘛呀 我都要拉脸拍视频 那我也要拉 你拉你拉我拉完就给你拉 那你效果好不好 蛮好的 那我也要拉 你们的热心观察员小张你上线 你看我刚刚这边脸是不是小了 这个小多了 待会我拉完跟我妈拉一下 真的变小了 是不是变小了 那你先去洗个脸吧 自己收拾干净 好的 小张从厕所传来爽浪的笑声 然后就洗了个脸啦 小张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要 剃了脸 把我的脸瘦小一点 我给你拉了 把我的肥脸还笑一点 然后现在是我做完 然后洗完脸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整体的脸看起来就会 紧致一些 比刚刚我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下颗线的地方 我觉得就没有刚刚那么的浮肿了 现在小张也在激情体验 然后我一般做完之后 我会擦这个 The Ordinary的这个咖啡因的精华 这个是一个眼部精华 但是因为它里面还有咖啡因的成分 所以就可以消肿 它质地会像这样有一点点胶水感 我说一下不是我不帮我妈妈做 是这个东西自己比较好控制那个力道 自己又近一些 自己下手比较狠 有人这个地方胖熬吗 还是怼熬吗 做完了 看一下 这个粘小鞋吧 你放松 这个粘小鞋吧 小张感觉怎么样 这么小啊 粘小啊 这边没搞定粘肿了呀 妈妈你好像本身这边的法力纹 就深一点是吧 嗯 然后但是现在整体右边的 紧致状况会比左边要好很多对吧 尤其是你看你下巴这个线条 这边就是乱的 就是你的下巴在这里 你的双下巴在这里 你后面这个在这里 你后面这一坨肉液在这里 是吧 嗯 然后这边就会流畅一些 别看了 我把这边粘住 像你做这个我好补干什么帽 我要有眉毛在跟大家讲话 轻轻的 温柔的 把它们擦拭干净 其实最好是用清水洗一下 我等下要拉近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双眼皮 比我眼睛还大的双眼皮 看有没有效果 你们看下这边的效果 这里刚刚紧致了很多 对 想到开不开心 开心 每天做 做就会省眠 对 诶这样看我脸面大好多 不对吧 你既然我写脸大 你写脸像 做了几天就写了 可爱 可爱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妈的双眼皮 真的比我眼睛大 你们看我妈的双眼皮都比我眼睛大 我们要说谎吧 生气 妈妈我是不是捡来的呀 为什么我的眼睛都比不上你的双眼皮呀 笑个屁 你别笑笑我找这闻的 我也不知道 你要这样笑 干嘛 你先按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个仪器呢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 比较水肿的体质 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紧致 和消肿的效果 然后也比较适合像我妈这种 松弛的脸 需要提拉 甜甜辣 然后我跟我妈妈都属于那种皮肤 会有一点点容易敏感的 还好用下来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妈妈想不想要 想要把脸拉小 把脸松脸把它不够紧 想要疯了 她每天拿下午就更好 我妈已经惦记上了 我妈已经惦记上了 提上去 挖紧 我自己的话对她最满意的就是 她对我整脸的这个消水肿的效果 以及就是下河线这边的紧致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很容易显老的一个部位 我觉得她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可能对这个东西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就二十四五岁了 就在一个很尴尬的抗老阶段的话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还是有必要提上日程的 毕竟衰老这个事情 它不是说一夜之间你突然就老了 它是一个缓慢而又自然的过程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的去维护 才是一个最好的抗老办法 然后像这种美容仪关键就是要坚持用 如果你不坚持用 你就没什么效果的 这个全力用下来只要五分钟左右 所以我每一次拍视频之前 或者早上起床 今天有个什么事要出门的话 我都会这样垫一垫自己 我觉得我的脸就会像 然后接下来第五步就是再画一个消肿一点的妆 然后呢就是一个这样比较哑光的妆效 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消肿 底妆的话尽量选择哑光一点的 然后强调一下修容 就会视觉上有一个收缩的效果 眼妆的话呢就尽量用大地色 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录视频 或者是出门玩啦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你看的开心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